我很怕等下我录的东西全部没有掉 今天有很多材质拖我录 然后但是呢 现在啊老师录的时候呢 他是有给我选择record 在computer的 ok 其他的是没有的选择 那今天呢 我们进入呢 这个第五课 so呢来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个第五课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老师的pointer啊 在screen上面 那这边是红色的啦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pointer啊 有 ok 我如果不要这个红色的来到这里 有看到有pointer吗 这里有吗 有吗 还是有 有啊 左边的 左边的英文那边老师圈 在那个solid有看到吗 有吗 老师在solid那边转圈 你们有看到吗 来回应老师一下 啊 没有 没有耶 没有啊 ok 这样我是要 看那个solid building ok 好 我明白啊 so现在左边的呢 我就要用这一个 啊 laptop 那小朋友首先我们要学 heat absorb 就是呢 harbour desirrup ok 就是 热能被吸收进去 还有呢 是heat release harbour desverbaleskan 就是热能被释放出来 所以来首先呢 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啊 什么是heat absorb啊 那你们有吃过冰淇淋吗 ok ok 有吃过冰淇淋吗 很好啊 假见 ok so冰淇淋几时的时候会融啊 你的ice cream 几时的时候 热的时候咯 就是加咬harbour咯 heat咯 so你的冰淇淋呢 就会融咬咯 对吗 so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冰淇淋是固体来的 ok so当你的固体 变成液体 ok 然后呢 小朋友有没有去煮过那个水啊 去煮水的时候 煮了过后呢 它滚咬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水蒸气对不对 对吗 so因为你要去煮水 是不是也是加热 so 液体 变成气体 so有没有察觉到呢 当你固体 变成liquid 液体 液体变成气体 从这个process 我们是需要加热的 有没有察觉到 so这一种呢 就叫做呢 就叫做这个 heat and soap harbly syrup 可以吗 因为吸进去嘛 这样同样的 你们有没有拿过 你们有没有去截过冰 有对不对 截冰的时候是怎样的 是不是拿水 放进去冰厨里面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变成冰块啊 对吗 so你或者是你呼了跟你的气出来 放接近了一个 放接近了一个镜子那边 后呢 如果你的镜子是冷冷的话 你呼出来的气呢 很快呢 就变成小水族 ok so如果是由气体变成液体 液体变成物体呢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呢 释放热了 看到吗 所以释放热呢 就是排出热能 release heat 这样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小朋友 这一边 那没有问题要呢 来我们这一边呢 就要学一些的 通是你们是需要懂的 so第一个呢 就是 当你固体 这个 当你固体 变成液体 有没有看到 老师就讲过 在这一里 固体变成液体 它就是 加热能的 而它的 process呢 就叫做 melting 溶啊 OK 要背起来 当你液体 变成气体的时候 它也是 加热能的 OK 加热的 而液体 变成气体呢 有两个process 一呢 就是 蒸发 你放在室内里面 普通的温度 奔着加热 OK 你一瓶水 放在那边久了 它也会 怎么好像越来越少了 OK 你放了两三个月 可能干到完了 蒸发 或者是 你要坏的话 拿它去煮 OK 它就会是变成 boiling 跟滴滴汗 OK so这一个process呢 都是加热的 来到这一里呢 气体的巴力啊 要变成液体 有没有看到老师之前讲过 OK 你就要用 减了 冷能 它会越来越冷 减冷能 so 来 气体 变成液体的那个process 也要背起来 so 这个process呢 叫做condensation 英文叫做condensation 有买过包装水吗 冷冷的包装水 why have have this from from one suda 啊 吃了 没办法的啦 那有买过包装水吗 冷冷的包装水 冷冷的包装水 你放在一边 有没有察觉 久了过后 你的包装水 外面的那个plastic 外面是有一滴 一滴 一滴的 又不是你的plastic 漏水 为什么呢 因为空气 一经过你的包装水 冷的嘛 空气一碰到冷 空气就会condensate condensate 发生condensation 它就变成液体了 可以吗 ok so ok so来 我们再来看 接下去 来到液体变成固体呢 也是你要放在冰除的对吗 水变成冰 so也是要排出热能出来 so这一个process呢 我们就叫做呢 分不断 ok freezing 就是这样 有问题吗 那还有一样东西是 它不会经过液体的 它直接呢 就是固体 直接变成气体 那个有看过干冰啊 干冰你去买ice cream cake的时候 它有放干冰的 对不对 so那个process的名字 要记起来 它叫做subdimation 没有啦 干冰 其实它 它变成的气体 也是二氧化碳罢了啊 它也不会弄到人家怎样的啊 ok so 那你直接固体变成液体 或者液体 你直接固体变成气体 或者是气体变成 你直接固体变成气体 ok 或者是气体变成固体 ok 它们的这个process都叫做permajawaban subdimation 可以吗 ok 这些东西呢 都要背起来 来接下去 老师 啊 在以下一个啊 下一页 ok before以下一页之前呢 我们要看一下 那个extra info 那有没有注意到啊 那我们当我们讲到水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那个water property 我们的水呢 是第一 是没有颜色 没有气味 没有那个味道的 ok 你的水不会是甜 也不会是苦的 它没有味道 没有颜色 没有气味 第二 它的费点 如果你是纯水啊 I dolin 有没有看到 pure water 这边一定要写pure water 如果你是纯水的话呢 它的费点是100度 代表说 一到一百度的时候 它就会滚了 还有第三呢 它的溶点是零度 ok 一到零度 它就开始结成冰 而它的密度呢 是1g per cmq 所以如果任何的东西 它高过1g per cmq 它就会沉在水里面 它低过1g per cmq呢 它就会浮在水面了 ok ok so来 接下去 我们再来看啊 那 特别 是给我们研究 composition of water 水 是有什么做成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很般来啊 整天讲 H2O H2O 那 对呀啊 水 透过它的名字 就已经是告诉我们 H2O 代表它里面有两粒 H2O 再加一粒 Oxygen ok 这个叫做H2O 那这个图画呢 就是水的molecule 有没有看到我们里面有两粒 H2O 再连着一粒 Oxygen 这个叫H2O 这样你要怎样知道呢 水 真的是由H2O做成的呢 我们就要进行 Electrolysis of water 这样怎样进行Electrolysis of water呢 老师要你们眼睛 注意那个battery啊 有没有看到那个battery有长有短 有长有短的 ok 长的呢 就是positive 短的就是negative 老师以前怎样记得呢 有没有看到positive要两笔画 positive 两笔画 所以我画那条线呢 我要用两笔画来画 短的呢 一笔画 所以我画那条线用一笔画来画 所以短的那一面就是negative 长的那一面就是positive 那来 还有一样东西老师要告诉你们的 Oxygen呢 它是negative charge的 Hydrogen呢 它是positive charge的 ok 小朋友 如果你忘记咬的话呢 老师教你们看 来 有没有看到Oxygen 老师讲Oxygen折掉一半 ok 折掉一半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字啊 很像一个N 啊 N代表什么 N代表negative 有没有看到那个Hydrogen 来老师画出来 Hydrogen如果我画长它 ok 有没有看到这一边 是不是很像夹 是不是很像夹 所以Hydrogen是positive charge Oxygen是negative charge 能够记得到了吗 so小朋友 在Charge的世界里面呢 它和Magnac的世界是一样的啊 ok positive呢 会被negative吸引去 然后negative呢 会被positive吸引去 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你的battery 这边是positive的 ok so这一边呢 它就会整条呢 是positive charge来的 ok 这一边battery呢 动作这一side呢 它就会是整条呢 变成negative charge 来 我这边有a和b 我要每个人回答我啊 我有oxygen 我有hydrogen 请问 oxygen会去到a还是去到b 记得啊 不同的charge才会互相吸引啊 oxygen会去到a还是b 来每个人伸给我一下 伸错也无所谓啊 at least呢 我知道你不会 我就在这边重讲一下 快点我不要静静这样的 来oxygen会去到a还是b ok我收到Bernice和加剑的呀 另外的小孩子呢 很好 我收到很多都对啊 只有一个错的 就是打b的啊 那刚才老师就已经讲过呀 oxygen 它看起来怎样 像n对不对 n是什么来的 n是negative 所以oxygen是negative ok我插掉先 当你的oxygen是negative 它就会被positive吸引去 ok 它就会被positive吸引去 有没有看到 negative的就会被positive吸引去 所以你的oxygen呢 就会被这一粒吸引过来 可以吗 ok 同样的 你的hydrogen 是positive positive就会被negative的 rod吸引过来 so有没有看到 hydrogen呢 就会来到b这一粒啦 因为hydrogen是positive的 so有没有看到呢 上面的这一个battery啊 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一个battery ok 你看它的battery 它的battery是positive 有没有看到 它的battery是positive 在这一粒 有没有看到 positive就会是吸引 negative的 ok 这样你就要知道 谁是negative的咯 so老师就刚才 已经跟你讲过呀 你盖掉一半 这个字就变成n了 对不对 n的话呢 就是negative so谁会被positive吸引过去 当然就是negative的oxygen啦 ok 所以有没有看到 oxygen呢 就被收集在这一粒啦 hydrogen 老师也教过你们看了 ok 有没有看到 你拉长它的话呢 这边很像一个夹 所以hydrogen是positive的 只有互相不同的 才会吸引嘛 so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battery旁边 这边是negative的 so这个negative的 它就会吸引 positive的 这样谁是positive的 就是hydrogen 所以有没有看到 hydrogen呢 就会被吸引过来 来 接下去 这边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我画一个图画 每个人 再来回答我 或者讲 老师有record要的吗 对吗 so 等一下呢 你们听回下一堂课 才问你们 可以吗 那既然你oxygen和hydrogen 被各自吸引过来 这一粒 ok oxygen和hydrogen 被各自吸引过来 这一粒 还记得老师讲过 水叫做什么吗 水叫做H2O ok so 来我们看一下 一粒水 ok 一粒水啊 一个molecule of water 是不是就有两个hydrogen 和一个oxygen so当你水被 electrolysis分解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hydrogen的数量 是oxygen的双倍 因为一粒水有两个hydrogen 一个oxygen 所以hydrogen的数量 是oxygen的双倍 所以这一边的 会咬吗 ok 以后他考试 没有给你看battery 他给你看这边的空间 你要知道 ok 这一边的空间 比较长的 ok 和这边比较短的 他一定是他的双倍来的 比较长的那个就是hydrogen 比较短的那个就是oxygen 可以吗 ok so来 我看啊 还是 不要给你们流到 哦 等等啊 哎呀 等啊 你出回去先 这个东西要怎样 你出回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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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来 那我们接下去呢 我们要看一下啊 ok hydrogen和oxygen啊 ok 我们要怎样去test呢 这种气体呢 两个两个气体都是透明的哦 像我们要怎样test呢 来看oxygen的话呢 我们就是test with wooden growing wooden spindle ok 什么是growing wooden spindle呢 就是这一条木啊 ok 我烧摇过后 我去粉掉那个火 所以那个火没有炸药啊 但是我那个木呢 还有红红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烧BBQ的时候啊 那个炭啊 是没有火药 但是还有红红的啊 哈 那一个叫做glowing wooden spindle 可以吗 红红的 所以如果呢 这个气体是oxygen的话呢 我将glowing wooden spindle ok 来看这里 ok ok 等一下 啊 那树呢 这个啊 炭啊 红红的啊 这样啊 你放进去oxygen里面 对不对 如果它是oxygen的话呢 你这个暗暗的红红的 那个啊 它会再一次着火起来 so呢 它会再一次着火 有没有看到 ok 叫做呢 蒙鸦勒 reignite 重新着火起来 这样你就知道 这一个透明的气体是oxygen 但是如果那个透明的气体是gas hydrogen的话呢 你一定要拿有火的那一个 ok 那个叫做burning wooden spindle ok 你一定要拿那个啊 lily去烧咬火 这样这整只放进去里面 这个透明的气体里面 so如果你放进去的时候 你突然间有听到一声bop ok so那个火熄灭 你听到一声bop的话啊 so就代表说 这一个气体是hydrogen so考试也会问你的啊 你要怎样去test oxygen gas 还有hydrogen gas的 ok 来我们再来看啊 接下去 ok 我们学习水的蒸发 ok 之前你们都有知道说 ok 水会蒸发 那蒸发和沸腾有分别啊 ok 蒸发的话呢 就是说它在任何的温度 ok 低过100度 ok 它就会是蒸发 ok 那种叫做蒸发 它就会变成水变成气体 这一种叫做蒸发 低过100度 可以啊 so来 我们看一下 什么原因会影响水的蒸发呢 ok 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四周围的温度 小朋友 如果你四周围的温度呢 是 夜热的话 当然 舒服 当然 你四周围的温度 夜热的话 有没有看到 当然 水就会蒸发的快一点哦 你四周围没有这样热的话 当然就没有这么快蒸发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流动的空气 movement of air so如果有风扇的话呢 当然水就会蒸发快一点 有没有看到 你看有三个这样蒸发出来 没有风扇的话 没有流动的空气 你看蒸发就比较慢一点 还有第三 虽然大家的水的体积 volume是一样 但是 你 expo出来的 就是向着空气的那些 向着空气的这一个表面范围啊 在这一里 ok 如果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家都是25ml的水 但是呢 有没有看到呢 这一边的表面范围越大 so当你的表面范围越大 当然呢 它就会蒸发的越快 ok 然后和最后呢 就是 那个 潮湿度 so当然呢 小朋友越潮湿的东西啊 蒸发的越慢 ok so来 这边 你们有没有试过 ok 在厕所里面 还有呢 在很干燥的沙漠里面 如果大家的温度都一样的话 你肯定你会察觉 在厕所里面呢 水蒸发比较慢的 ok 然后呢 干干的地方呢 蒸发比较快 因为当你很干 水就蒸发越快 水越容易从水的表面 变成空气 出来啦 这样呢 这个东西考试也是会问你的啊 ok 这个 Calcium chloride content 这个东西是拿来做什么的 它是 Azor ok 啊 Humidity OK 或者是 Moisture Manyera Golombapun 它是 Golombapun 它是负责 细潮室的 可以吗 ok 所以你一看到呢 有这一个东西 你就要知道了 ok 它是负责 是潮湿的 这样里面呢 就是干燥的 Curring的 所以干燥的话呢 就会蒸发到比较快一点 来 我们接下去看一下 那蒸发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 是可以拿来做什么的 因为今天老师一定要教完这一个 这一刻啊 ok so第一 那那个蒸发的潮湿 一定会问你们的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啊 ok 蒸发呢 在我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 它是帮助我们 蒸发 我们的汗 蒸发汗来做什么呢 当你的汗水蒸发了的话呢 它就会呢 Cool down body temperature 它会冷却身体的温度 所以国语的呢 就比较准确 menejotanbaran so你的汗水蒸发了过后 它就将你的身体的热能带走 第二呢 就是呢 我们可以从海水那边得到盐 so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海水啊 可以 海水蒸发了过后 剩下的那些呢 就是海盐来的 然后呢 第三的呢 就是我们可以弄干 那一些 那个Hasier-Bertanian agriculture so比方说你收集了的那些 植物啊 ok 那些农作物 so你要那个农作物放了久 你去晒干它 将里面的水分呢 全部给它晒干 蒸发了过后 就变成菜干了咯 你们有没有吃过菜干 菜干汤啊 菜干的汤 为什么那个菜干可以收这么久呢 因为那个青菜里面的水分 完全蒸发完了 没有水分 细菌就长不到在菜里面咯 细菌不能够在菜里面的话 你的菜就可以收得久 ok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拿那个农作物 拿去弄干它 第三 你有没有看到海鲜 我们也去弄干那个海鲜 所以有没有看过 我们有江一栽 有没有吃过江一栽 ok ok 有 某类 什么东西 某类 那一个 蒸发出来的水蒸气 对 你去冷却那个水蒸气 它就会变成 很好就会变成 那一个 Distil water 纯水 有没有吃过江一栽啊 虾米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都是干咬的对吗 为什么可以收这样久呢 因为呢 就是这些 海鲜 晒干咬过后 里面的啊 没有水分咬 说这个海鲜呢 就可以放酒啊 有没有想过 衣服为什么 你们要晒出去 这么不容易啊 就可以放开一边 ok 就算你的衣服呢 没有晒出去啊 你放在洗衣机里面 你忘记拿出来晒 酒咬过后 你有没有察觉 你的衣服也是干的 因为 你放在洗衣机里面 它就蒸发到很慢哦 它还是会蒸发的 所以你的衣服里面的水分 也全部蒸发掉了 变成水蒸气啊 你的衣服也是干 这样为什么 我们要晒在外面呢 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四周围的温度 四周围的温度 越高的时候 然后呢 里面的水分呢 就越容易蒸发出去 对不对 所以它就越快干哦 所以有没有察觉 你的头发 就算你没有去用 吹风筒来洗 也是很快 也是会干 但是比较慢哦 但是你用吹风筒来洗的话呢 它不单止热 四周围的温度高 还有什么 还有流动的空气 还记得吗 有风 那老师就讲过 这两个东西 都可以使到水分蒸发的快 所以有没有察觉 你的头发就会很快 就干了啦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蒸发 在我们平时所用的啦 OK 来接下去我们进入 Larutan啊 OK OK So什么是Larutan呢 英文呢就叫做Solution OK Larutan呢 Solution呢 我们有分为三种类的 第一种类呢 就是CC的 比方说来 老师以糖水来为准则啊 我放一点 我放1g的糖 在100ml的水里面 和我放50g的糖 在100 不要50g嘛 我放20g的糖 在100ml里面 和放50g的糖 在100ml里面 哪一个最淡 最不甜 是不是1g 在100ml里面 最不甜的那一个 OK 这种啊 很细的 我们就叫做呢 Diluted Solution Larutan XA OK 浓缩的 浓缩的呢 我们就叫做 Larutan Bugat OK 然后 英文叫做 Concentrated Solution 有一个呢 是浓缩到 不能够再浓缩了 已经是里面放到 你的糖 已经放了 一直融 一直融 融在里面 融到一个程度呢 你的糖呢 已经是 不会融在里面了的 它会呢 沉淀在下面的 OK 沉淀在下面的 OK 这种呢 就叫做 Saturated Solution 国语叫做 Larutan Curbo 将来我们分辨一下 有没有看到呢 Dilute Solution呢 它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OK 它放一点点的 不好了了 一点点的 OK Solute 什么叫做 Solute呢 Solute就是 那个固体 你是将 将要将它 融在液体里面的 那一个叫做 Solute 国语呢 就叫做 Zat The La Root 有没有看到 OK 就好像刚才老师讲 我将糖 Sugar OK 在 这个Sugar OK 再掺 水 R A Water OK 这个是液体 就会变成 Sugar Solution Lalutan Lalutan So 这时候呢 你的糖 还有你的 那个水分呢 已经融在 里面了 So 来 小朋友 有几个字也 你要懂的 这一个将会 融在水里面的 这个固体 我们就叫做 Solute OK 国语 叫做 Isat The La Root OK 去融解 别人的 那个液体呢 OK 我们就叫做呢 Sovern OK 国语呢 就叫做 Berla Root 可以吗 全部 参在 一起 咬啦 OK 所有的东西 融在里面 咬的 我们就叫做呢 Solution 国语呢 就叫做 La Root 就是这样 OK 所以小朋友来看 如果你是 Dilute的啊 OK 来给老师 Clear完它先 那如果你是 Dilute的啊 OK 就是呢 你一点点的 Solute OK 一点点的 要被水融的 东西 餐多多的水 OK 所以呢 这个叫做 Diluted Solution 来 Concentrated Solution La Root 但Perkat呢 就是你 餐很多很多的 Solute 餐很多很多的 Zat的La Root 然后 这种 而Saturated Solution呢 就是你 餐过多的 Solute 过多了啊 OK 你餐 你得了倍了 OK Zat的La Root 这种呢 就叫做呢 La Root 但不 Saturated 可以吗 那这样呢 既然 这一边呢 是餐一点点 你们看啊 OK So小朋友 你们看一下 这一边呢 是它的水的 Molecule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水的 Molecule OK UUUU 一个是水的 Molecule啊 小小个的 有没有看到呢 你的那个 Solute啊 那个固体 盐啊 老实讲 糖也好 盐也好 那个叫做 Solute Zat的 La Root 才餐一点点 你还有多少空间 可以餐呢 你还可以餐很多 有没有看他讲 I can dissolve more Solute Bolem La Root Banya Zat的La Root 因为还有很多空间 给你餐 但是如果你来到了呢 这个啊 La Rootan Bagat OK 这个啊 这个叫做 Concentrated Solute呢 你有没有看到呢 你的这个 Solute啊 Zat的La Root呢 已经餐到很多了 已经很多在里面了 你还要再餐 那个盐下去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呢 只可以再餐多一点 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但是如果你来到 Saturated Solution La Rootan Bertabu 的话 有没有看到你的盐 已经餐到很满在里面了 你还有空间 可以再餐 那个Zat的La Root吗 你已经没有空间 再餐那个Zat的La Root了 所以要怎样做 你就只有 OK 你就算餐下去 它也不会溶在水里了 它呢 就会是 只是 OK 沉淀 在你的液体的下面 因为 已经满了啊 OK 没有空间 给它 再 溶在水里面了 这种 就叫做呢 Concentrated Solution La Rootan 得不 可以吗 OK 来 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 什么原因 会影响 一样固体 可以很快 溶在液体里面 或者是 比较慢 溶在液体里面的 OK 我们就看 原因 原因一 还记得什么是 Berla Root Sowen Sowen呢 就是 那个液体 负责 溶解 物体的 那个液体 所以 那个液体的 温度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 试过去 调配 糖水 也好 盐水 也好 如果 老师 这一边呢 有两杯 水 一杯水 是 25 C 一杯水 是 接近 80度 我也是同样的 放 10克 的 糖 进去 里面 你们认为 哪一个 比较快 溶 A还是B B 为什么呢 因为 B的 温度 比较高 当然 溶得 比较快 所以 第一个 有没有 看到 OK 所以 他这边 就有讲到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olvent The higher the rate of solubility Sermaking Tinggi Suhu Berla Root Sermaking Tinggi Kada Geterla Root 有没有看到 OK 来 接下去 第二个 老师 再来问你们 所以有很多东西呢 是不要 什么 那 我两个 都是放 100ml 的水 两个呢 我都是放 Sgram 的糖 但是呢 一个呢 我 两个呢 我都放 糖池 在里面 这个是糖池 OK 一个呢 我搅拌 哇 光速的来搅拌 一个像 烏龟 这样的速度 来搅拌 你们认为 哪一个 比较快容 A还是B B 所以呢 他告诉我们 什么 他告诉我们 The higher the rate of stirring The higher the rate of solubility 你搅拌 你搅拌的 液快 你融的 液快 so 第三个呢 就是size of solute 什么是size of solute呢 你们就要 知道啊 OK 你 什么是solute 小朋友 solute就是 那个固体 是要被液体 溶解的 那个固体 so 你的那个 固体 就好像说 老实讲 size of solute呢 就有包括水 包括 糖啊 盐啊 这些咯 是不是原本 是固体来的 那什么叫做 大size 什么叫做 小size 会吧 我画给你们看啊 糖有两种啊 OK 有没有看过 有一种呢 是叫做呢 sugar cube OK 那这一个 也是sugar gram 还有一种呢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吃过啊 在cake上面的 那个糖粉 它像粉 这样的 OK 那个叫做 icing sugar OK 糖粉 它也是sugar gram 小朋友 我将它们的 各自 加在 那个 100ml的液体 里面 温度一样 所有的搅拌 也速度一样啊 请问 哪一个 哪一个 比较快 溶 A还是B B 因为当你的size 越小的时候 你的溶解的速度 就越快 OK 当你的size 越小的时候啊 Zatka 我们看一下呢 卡达 最后要啊 我们进入这一 part OK 那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OK 我们都有一直 喝到一些水啦 这样 但是呢 小朋友 那 有没有想过 那些水呢 我们是要怎样去 弄存它的呢 OK 总共有四种方法 speed is very bending 对speed is very bending 所以搅拌越快呢 就越快融 那小朋友 我们要去看一下 总共有几种方法呢 是给我们去 弄干净那个水的 OK 所以来 第一种方法呢 是传统的 所用的方法呢 就是boiling 去煮滚它 很厉害 因为呢 老师怕对你们来讲 太小啊 我就写 写给你们 OK 煮滚 所以小朋友 来 你们看到呢 这边里面有 money water OK 就是烂泥水 这样呢 烂泥水呢 里面呢 就有 suspended substances 什么叫做 suspended substances呢 就是这些固体 是不融在水里面的 巴汗的 就是不融在水里面的 固体 我们叫做 suspended substances 然后呢 里面呢 这些水里面呢 也有 dissolved substances 什么叫做 巴汗的 拉瑞呢 就是 那些固体 会融在水里面的 像这一个 case啊 muddy water 什么东西 是不融在水里面的 那个 mud 那个烂泥 那个 轮波 轮波 它是不融在水里面的 或者是 沙 这种就叫做 substances dissolved substances呢 可能 老师 参严一些 化学物质 ok 它融在水里面的 ok 我随便讲 我参买 我参糖 进去里面啊 ok 骨乐 它融在水里面的 ok 其实真正 在大自然里面 是盐啊 在里面啊 ok 我现在讲 sugar 然后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啊 ok the lord slip呢 就是烂泥啦 那 你竹骨鸟的话 你只可以做什么 你只可以 杀掉 里面的细菌而已 所以 你那个竹骨鸟的水呢 你喝的话呢 ok 只是你可以肯定说 里面没有了 微生物 因为你高温 杀死它了 但是其他的东西 你是弄不掉的 ok 其他的东西 还会在 什么东西还会在呢 第一 ok 不融在水里面的 那些物质还会在 所以你会看到 还是有杀的 那个水 你不会说 竹骨鸟 杀不在啊 然后 融在水里面的 那些危险物质 也会 还是会有在 如果你掺盐 在里面 然后你就去竹骨鸟 的话 你的盐 也还是在里面的 你还是喝到 咸咸的 如果你丢 垃圾 有垃圾 在里面的话 对不对 你去煮滚了 那个垃圾 也还在的 烂泥 你去煮滚了 那个烂泥 也还在的 所以 boiling 只是帮助你 去掉 去掉 微生物而已 杀死 细菌而已 明白吗 ok 粉滴滴汗呢 只是帮助你 杀死 微生物而已 ok so你的水 来 是烂泥 烂泥的 你煮了 过后 也是烂泥 烂泥的 ok 来 接下去 我们再看第二个 filtration 过滤 我相信 你们的家里 有很多人 都是有 过滤水的 对吗 ok so来 我移上去 filtration 过滤 ok so小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 他们呢 就是用 过滤子 ok 来去 过滤啦 filtr paper ok cathosturas 那小朋友 我老师 拿盐 掺在水里面 然后呢 我在拿 沙 掺在水里面 我过滤 过滤出来的时候 请问 还有沙在吗 没有 没有呀 因为呢 过滤呢 它是可以 将 suspended subtences 不溶在水里面的东西 巴汉 terambi 去掉的 所以 垃圾 不溶在水里面的 固体 所以 也是可以 透过过滤 去掉的 但是 过滤了 过后的 那个水啊 请问里面 有没有细菌啊 还是会有的 ok 还是会有细菌的 所以 它去不掉细菌 ok 然后 过滤了 过后的水呢 如果老师呢 那个水啊 我掺沙 也掺盐啊 盐已经 溶在水里面了 所以我将它 经过这个过滤过后 递出来的 叫做 Hasio Durasan 我们叫做 filtrate 请问递出来的 这个filtrate啊 里面有没有盐啊 有 所以过滤呢 它也是呢 去不掉 溶在水里面的物质 ok 它也是去不掉 溶在水里面的物质 它也是去不掉 维生物 ok 只是 烂泥 烂泥是因为 它是 不溶在水里面的 所以 就可以被过滤割掉了 所以过滤也是 和boiling一样 boiling是去掉 维生物一样东西 过滤呢 就是只是去掉 suspended suspenses 就是去掉那些东西 是不溶在水里面的 ok 那就去掉 巴汉 德兰拜 而已 ok 来 我们再来看啊 接下去呢 这个呢 就叫做呢 corination ok 我以呢 就叫做呢 本corinan 本corinan呢 就是你的那个水 里面呢 我加corin下去 为什么要加corin呢 corin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 sars 微生物的 ok 那来 现在老师问你 那我加要corin过后 这个辣泥水里面 还有辣泥吗 有 还是有 辣泥水里面 我融咬盐 里面还有盐吗 也还是有 然后呢 有垃圾 还是有垃圾吗 加要corin 还是有 唯一没有的是什么呢 没有的就是 yes 维生物 细菌 所以corination 也是去掉一样东西罢了 就是 细菌 维生物 因为 corin可以杀死 维生物 所以为什么游泳池呢 他们时不时啊 他们就是放corin下去 杀菌吗 ok 我们的冲凉的水啊 pip water啊 全部都是政府 已经放了corin的 可以杀菌的 但是如果你 拿你的pip water 你拿去 煮滚它 请问你的corin 还是有在水吗 还是会有在水的 因为corin 融在水里面 煮滚 只是杀死细菌而已 有没有看到 所以 boiling 只是杀死细菌而已 ok 这样呢 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什么方法 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去掉的呢 就是 最后一个啦 Bernuling Bernuling 英文呢 就叫做呢 distillation 那distillation的原理呢 就是 你煮了它过后 这个烂泥水呢 它只有水蒸气 上到来 so这时候呢 只有水蒸气的话 这时候已经是 存水了啦 ok 那当它上到来了 过后呢 你的水蒸气 进到来 这一条管 那这一条管 的外面啊 它是 有没有看到这边呢 它是有 冻着水 红水的 你知道吗 so这条管的外面呢 是一直有那个 流动的水 在外面 所以这条管 就会很冷啦 so当你的水蒸气 进到来的时候呢 Ia Suling 很好 加尖 good so当你的水蒸气 进到来 这一里 的时候 你的水蒸气 遇到冷 遇到冷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水滴 so这时候 滴出来的水呢 我们就叫做 distillate Hassil Suling so distillate呢 就是纯的水来的 没有别的物质 ok so小朋友 我还记得老师 讲过吗 气体遇到水 这个process 叫做什么 还记得吗 你看 没有专心学的人 就不会咯 叫做condensation ok 叫做condensacy 所以为什么 加尖刚才的老师 讲 哦 condensacy 就是这样 ok so当你的水蒸气 遇到冷 就变成 纯水滴下来 这时候是纯水啊 里面就是只有 H2O罢了 so我问你 这种方法 可以去掉 微生物吗 这种方法 可以去掉 微生物吗 小朋友 可以 因为呢 它这边出来的 就是水蒸气 变成的水罢了 所以 微生物呢 是上不去的 所以它可以 去掉 微生物 它可以去掉 不溶在水里面的 固体吗 可以 它也可以去掉 suspended substances ok 比方说烂泥啊 ok 这些东西都根本 是上不到来的 它会沉淀在下面 有没有看到 so当然 它也会去掉 垃圾 像老师讲 如果我参了 盐呢 融在里面 请问出来的这个水 还有盐吗 也没有了 ok 因为呢 上来的 蒸发上来的 就是纯纯的水 所以融在水里面的 任何的东西 它也会去掉 so出来的呢 就是 纯水而已 可以吗 小朋友 这个有问题吗 yes 你做手术里面的水 化验室里面的水 全部都是要 RASU令的 ok 就是要没有细菌的 也没有 不要有别的 东西了 也是没有 因为呢 融在水里面的东西 它也不会出来的 因为出来的呢 因为它变成水蒸气 so 这一个水蒸气 就是只有H2O罢了 所以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纯水而已 来 接下去 我们再来看啊 那我们的水哦 来到你家之前啊 ok 它会经过几个station的啊 ok so 第一个呢 我们要去看 啊 它要怎样去 collect那个水啊 等一下 给老师移一移啊 ok so 第一个呢 来我们看一下 那 首先呢 就在水坝那边 我们叫做呢 water reserval ok 水坝那边 有 等等 ok 水坝那边 water reserval 我也叫做 Takonan RE 这样呢 在那边呢 我们就收集那个水啦 这样那个水被收集了过后呢 就会输送去到 filtration 这个station 叫做Bernabisan 在这个Bernabisan这边呢 它就将那些大大样的物体啊 垃圾啊 全部过滤掉了咯 so这时候呢 就会 啊 这个pump station啊 将那个水 pump来这一边 这一个 ok 在这一里呢 它就会发生oxidation 怎样发生oxidation呢 就是呢 它将氧气 放进去你的水里面 所以有没有看到呢 在这一里啊 你的水啊 是这样的 被喷来空气的 被喷来空气的 这样喷上来 喷上来空气 为什么喷来空气呢 因为你的水 去到空气那边的时候 空气的氧气 就会融在你的水里面了 so这时候 你的水呢 就会 发生oxidation 就有氧气 在里面了咯 这样接下去呢 就会输送来到 这一个coagulation 这一 part呢 叫做Bernabisan 在这一里呢 注意考试会问你的 它加了 两样东西下去 第一个是 Carpumati ok 英文叫做slap lime 考试会问你的 slap lime的工作是什么 你就要懂 它是要减低 那个水的酸性 因为如果我们呢 喝水啊 那个水啊 是酸性的话 一 我们的牙齿很坏坏 第二 我们身体会不健康 所以呢 它将这个slap lime 加进去里面 其实slap lime呢 就是碱性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它加下去了的话呢 你都知道 酸性遇到碱性啊 Alkaline遇到acid 它就会变成中性啊 所以它就是减低了 水的酸性 酸度 然后接下去来到这一边呢 它还同时会再加一个alum ok alum的工作呢 加下去呢 就是将幽幽幽幽小小小小的那些固体啊 是在上面这边没有隔离得到的啊 来到这边呢 幽幽幽幽那种小灰尘啊 那种固体呢 它就可以alum加下去了 过后这些小灰尘小固体呢 它们就会连在一团 当它们连在一团的时候就会比较重啊 所以比较重的时候呢 它们就会沉淀下来了 沉淀在下面 所以这时候呢 上面的那个水呢 就会被输送过来 这一里 ok 我们就叫做呢 ok Logia Ravatam I Water Treatment Plan ok 在这一里呢 就进行sentimentation 这个process要背起来的 从这里来到这里来到最后 哪一个步骤先到哪一个步骤 一定要背起来 因为我可以 开包单啊 它是一定会问你的 ok 它会问你 哪一个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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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一里的时候 因为水被输送过来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之前加了alum吗 so那些固体会连在一起 那些UU的灰尘 小小的东西会连在一起 变成一大稿 来到这个sentimentation 就是讲明沉淀 so那些大稿大稿的那些固体呢 UU的固体连成大稿了 所以它们就会沉淀了 沉淀了呢 这些沉淀的东西就会被排出来 这样上面有没有看到干净的水 它就会透过这条管来到这一里啦 所以这一里呢 就会发生Bernura Sun OK Filtration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的呢 是大大的石头 到慢慢越来越小的石头 到UU的石头 因为它要过滤那个水 过滤了那个水的时候呢 出来你的水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 没有物体了 OK 这时候呢 它就会参两种化学物质 第一种呢 就是它会参corin进去里面 我们叫做corination 本corinan 那还记得为什么参corin吗 刚才老师还有记得吗 教你们怎样弄干净那个水 OK corin就是负责要杀死里面的微生物 免得等下你们喝到那个水呢 是污染了的水啊 而生病的 明白吗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OK 它还有参corin OK 所以我们就叫做本forinan so它forination 它就是参要forin进去里面 我们叫sodium fluoride 那为什么要参forin进去里面呢 是加强你的牙齿和骨头 OK strengthen bone and teeth OK 我们的牙齿和骨头啊 是要有forin的吗 menguat kan du lang dan di OK so 所以你喝了水呢 你的牙齿 没有这么快 坏啊 然后接下去 来到了这一里的时候 就已经是干净的水啊 也没有细菌了 因为有forin在 有corin在里面 就没有细菌了 你喝的水 你的牙齿也很坚固啊 因为它夹有forin 那个forin在里面了 然后接下去 这个水呢 就会经过你的 哎呀 等一下先拿 这个水呢 就会经过你的station pump pump到去给我们的 那个储存水的 当地新班纳 storage tank 在有storage tank呢 传去给一家一家 就透过你们的 那个水管 出来啦 so你的水管出来的水呢 都是经过了 这么样的process过后 很干净了 也没有细菌了的 所以小朋友 你们要好好感恩 你们的水啦 就干净啦 出来小朋友 老师浇完了 这一边我们就放学了 最后一月了 ok so我就整个浇完了了 那我们要怎样节省水呢 这个是common sense啦 请不要让那个水喉水啊 这样开酒酒 任由他这样来流 尤其是有些人很喜欢 刷牙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喜欢这样做 一路刷牙的时候 水一直这样来流的 请你刷牙的时候 这个关起来先啦 要疏口的时候才来开 ok 还有呢 洗车的时候 不要用那个水喉 泡这样来喷喷喷喷喷 很浪费水的 ok 你用这个水桶 ok 来去过水 然后呢 洗衣的时候也是啊 他叫你啊 建议你啊 用三个桶啊 ok 用三个桶 一个是放肥皂的 一个是清洗那个水的 然后清洗肥皂的 另一个在锅水 干净的水的 这样 或者你 你讲你不是用手洗的 你用洗衣机的话 可以 这样你的洗衣机呢 你就不要一两件 你也放下去洗啊 又浪费电 又浪费水 懂吗 你的洗衣机 放满它 才来洗 ok 冲凉的时候 不要用抹锅 这样来冲 其实用发沙 ok 还 更省水啊 ok 然后呢 接下去 就是这个 在这一里 有没有看到他讲 ok 用你收集了的雨水 来浇花 ok 还有呢 就是呢 你要真实物都好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真实物 一层一层这样上去 sacaligus 整到完 又不用浪费水了 ok ok 所以小朋友 我们第五课就加完了啊 ok 你们呢 要去问你们的老师 七月尾 这个月尾 肯定是有些学校考试了 有学校没有考试 也是八月同时 八月 ok 这样很好 恭喜你 去问老师 ok 在近期有考试的啊 要去问老师 看 考到第几课 so 老师就会跟你们